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今天是要去1million上课的一天啦 然后今天也是我在韩国第一次去上舞蹈课的一天 至于为什么第一次我会选择去1million呢 是因为1million呢他们是说比较多外国人 然后过后我韩语的口语不太好 我就有点害怕所以就选择先去1million呢 1million呢是在这个二号线的松树 York这一边 到了之后呢就去找3号出口 然后过后就可以跟着那个never map的指示 就一直这样子走过去咯 我今天第一个先去上的是Tina Boo老师的step的课程 其实这个课程呢是给完全是第一次跳舞的人来上啦 但是我不是很清楚他们的那个level是怎样定的 所以我就决定先从最基本最基础的这个课程先开始咯 然后过后当天呢是超级无敌赛的 而且时间是3点半还是4点 你看可以看到这个太阳超级猛超级赛的 都可以把我整个影子照出来了 1million呢是有他们自己的app的 所以要预约课程那些的话呢都可以在上面去预约 但是因为我是第一次然后我又没有信用卡 所以我就想要提早一点先到那个学院那一边去给现金买这个ticket咯 然后过后当天的课程是3点半开始的 所以我就打算提早一点先到 一路上经过的时候刚好有看到这个 好像在举办不懂什么展览之类的吧 对比了韩国几间五色的这个价钱 我发现其实1million的价格算是比较便宜的 就是在这里看到了这个e mark之后呢 你就一路向前走 然后其实我第一次去的时候真的是差点找不到 因为他的那个招牌是在后向着后面的 and then他整栋建筑物旁边也完全没有写着1million 然后你就会很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走到对的地方 还是去到人家其他的这些公司 然后你们可以看到这一栋其实就是整天1million的整个建筑物 但是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写 所以我这个时候第一次去的时候我真的是有点怀疑 之后进来了才发现哦这里真的是1million 然后就看到有几个人在排队 然后我走进去counter问的时候 那个小姐姐就告诉我要3点才可以进去 所以我就先过来前面这个e mark买一点东西吃咯 吃完之后我就进来了这里 然后过后就在counter这里买了ticket 然后他ticket是要在一个月里面用完的 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一些都是整家要上提大布老师的课 1million整间舞蹈学院真的是超级大超级豪华的 然后过后来到这里你们可以看到 呃在那个门口旁边会放着很多这些水壶的 其实他们都是在8位 然后时间到了之后工作人员就会来scan我们手机APP里面的那个QRQ 上课之前老师就会带我们做热身咯 热身之后就会开始进今天要教的这个内容 然后过后教完了今天的内容之后呢 老师就会像这样把大家分成几个小组 然后过后不同的小组就每个轮流出来挑一次这样的 然后老师们呢也会允许大家拿手机可以录下自己 然后过后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教一起上课的一些同学 或者是你要放在镜子前面录自己跳都可以的 所以大家平时每次看到有很多这一些 呃好像fancam之类的舞蹈影片呢 都是老师允许我们呃 呃交朋友啊或者是自己录的 也是可以给大家去检查一下自己到底是跳到怎样咯 然后这第一堂课呢其实是对我来讲 是真的是超简单因为他是给完全没有跳过 不等人来跳完全是零基础的 所以老师教课是非常的慢 然后过后全部的那些动作也是超简单的 然后基本上每个老师会给呃小组跳的次数都不一样啦 主要看时间 你们可以看到每个人的手机都是放在前面这样子来录自己跳的 老实说这个是每个人自己的直拍 然后其实这一支舞呢是一个呃应该是四个星期还是两个星期的routine吧 但是我来的这一天是最后一天了 所以我只会跳后面的part 然后我觉得很开心很荣幸的就是我来上的第一堂课 被提纳布老师选出来就是再跳多一次给大家看 因为他说呃我们是跳到特别有自信的就是觉得大家可以像我们学习这样的 然后其实我有一点心虚啦 因为感觉我好像一个跳了五几年的人 然后够混进一群呃刚刚学跳舞的人里面 然后好像来夹装自己不会跳舞这样 其实我已经跳了很多年了 最后的这几个呢就是有学到之前的routine的几个学生咯 然后过后呃因为我们只是会今天学的部分嘛 所以大家就看他们跳就是在今天的部分之前呢 他们还已经有教了很多routine的 对东西最icle行和摩托的有时间 对东西的有力量 没有朵 我要努力 Tina布老师真的是超瘦超美的 而且他会带这个麦克风上课 然后过后在放学之前 老师就让大家在全部集体再跳一次 然后他超可爱的 还走去每个人的手机前面打招呼 就这样上完了我的第一堂课啦 你们可以看到其实只是教了一小部分的这个choreal 因为是给第一次学跳舞的人的课 所以是教得非常慢的 我发现在韩国呢 你走路如果没有带个Airport的话 感觉就好像很奇怪了 感觉不管你去那里就是带这个Airport 不管是看影片呢还是什么都方便 之后我预约的课是6点半 Crazy Kill老师的课 然后我去简单的吃了一些东西之后呢 我就回来了 然后过后这一次上课呢是在二楼的 可以看到这一些水壶就是在排队啦 然后过后就是根据入场的顺序进去的话呢 你就可以拿到比较好的位置咯 Crazy Kill老师的课呢是Learner的课 就是比我刚刚上Tinabu老师的那一堂课 还要再上一个level咯 因为我也不确定我的level到哪里 所以就一个一个level慢慢跟着上 这一次上的这个课呢 刚好遇上原来是one day的class啦 然后过后是有加上拍摄的 我有点小伤心我有跟老师这样一起录的 但是最后这一段影片没有被放出来 拜拜 Razy Girl老师的style呢 就是问谁要拍的就出来拍咯 然后如果是不想要参加录影的话 就可以不用录 优优独播剧场——鬼 夏天转向他 木先生 起来 我们有请 招待 最后可以看到老师跳了一大段超级超级厉害的这个freestyle 本来我是有一个比这个女生在镀镇嘛 所以我就想到不要挡着她的镜头 我就等着这样子等电话机镀 但是到最后真的是太精彩了 我怕我的电话没有录到 所以我还是跑过来拿起我的电话来录的 就这样结束了今天的两个课程 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我最后这个影片就想表示回到家洗了头过后 我这个吹风通真的是很小风 所以每天吹头发的时候都吹到生不如死 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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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